这个退休后的老头想要得到超能力 竟然将16台伽马发射器瞄准自己 他将72遍的能力输入电脑 然后猛吸一口掀起 随着超强的伽马射线瞬间穿透身体 老头突然感到浑身乏力 他的右手不小心被铁踢滑破 但老人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 原本应该留下来的鲜血此时却倒挂在掌心 老人还在疑惑之时 他的右手开始变得犹如蜥蜴一般 更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当老人的右手放在金属桌面的时候 他的手居然和金属融为一体 当他抽回手掌时 右手竟然恢复如初 就在这时 一名保安悄然进入 他一眼就看出了老人的不正常 既然被看穿了 那就干脆不装了 老人直接摊排自己有超能力 他悄悄地将手放在仪器上 只见手指迅速和仪器融为一体 不仅如此 就连双脚都和地板融在一起 面对着保安的质问 老头轻裂一笑 而下一秒 原来这个老头就是浩克的父亲 他的儿子浩克现在正被军方抓 为了见女友最后一名 浩克跳上